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Cassandra 今天要录的视频呢就是我们今年 斯福兰Spring South 春季大促销 八折都应该买什么 和我要买什么的这个购物清单的一个分享 因为往往都是八五折 今天改成了八折,所以变得额外的 这个兴奋跟激动,所以我说 给大家录一个这个八折都买什么 然后因为其实年底 就是去年底的时候我有录就是八折买什么 然后我有录就是2018年 我的最爱,所以那两个视频就都 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我会把 那些视频都链接放在视频 下面新栏里面,除了彩妆也是有 护肤品,如果你想知道我这次八折 推荐的草单和我自己想要 购买的一些东西的购物车听来分享的话呢 就今晚看这视频吧 先从彩妆来开始分享起吧 现在这个primer是一个Fanny Beauty的 这个Profilter Instant Retouch primer,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套装 里面的一个小样裸肉色系 风格的包装,然后里面 是有一个这样的泵头的 也是我今天用的这个primer 然后里面推开是非常的轻薄 很好吸收 它不是一个保湿妆前 它是一个Instant Retouch Primer 就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毛孔隐形 我自己非常喜欢它的原因是 它有隐形毛孔的作用 我是觉得是有的 同时它有一定的光泽度 而且它很轻薄 会直接就吸收进去 你就完全就没有了 就是有一种沾沾的感觉 我觉得能够更好让我的底妆保持在 我这个脸上也是有应用的效果的 有一点点硅的感觉 但是真的就是完全不像那种 Smashbox那种硅的primer的感觉 就是真的很轻薄 就像那个完全感受不到了 我很喜欢这个primer 我觉得在我尝试的很多primer里面 这个对于一个混友皮来说 这个是让我唯一觉得就是有 很明显效果的 就是很多primer 你用起来就觉得好像 好像有那么一点保湿的感觉 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作用的感觉 那这个作为混友皮 我觉得是有作用的 是让我能够感觉到作用的 所以我很推荐它 而且它现在已经出了这种迷你版的 你可以直接买小包装了 就很便宜 本身这个Findy Beauty 这整个品牌都不贵 其实说到这里 我想给整个Findy Beauty 这个品牌打扣 刚才我们一共买了这个primer 然后这个Findy Beauty 这个粉底液 高光 唇彩 这四样东西我买了我都非常的喜欢 就完全没有缺点 而且他们家东西真的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中性的混友这样的肤质 或者你比较喜欢欧美妆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试试这个牌子 我觉得你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 都可以买来试一试 应该不会太累的 而且我看了SFindy Beauty 他们家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四星以上的好评 就基本上东西就多做的挺好的 然后这个唇彩也是很滋润 然后光泽度又非常的高 颜色又好看 然后呢就是整个用起来又非常的舒服 这里面东西我都有在视频里推荐过 然后这个是这个Hustla Baby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高光 是用这种橘金色的高光 然后很适合夏天 就是很好看的这种橘金色 但是又没有那么深 又浅一点的那种橡皮筋 真的颜色做的非常的好看 很适合夏天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闪度真的很高调 非常好看的高光 然后这个粉底液我在我的年度最爱里面有提到过 超级喜欢 如果你是混油皮 你喜欢脱妆 你不喜欢你的底妆很厚重很粘腻的话 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个 轻薄哑光 遮瑕度又不错 偏粉状的感觉 不适合干皮 会如果你是干皮的话也会爆皮 但是这个我觉得混油皮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粉底液 而且它的色号巨全 这个是我所有粉底液里面就最匹配我颜色的一个色号 我买的是150这个颜色 我觉得超级符合我的这个肤色 你看看这个颜色做的很好 质地也好 然后价格又很便宜 然后它的闻香味闻起来就很高级 不刺鼻 不让你觉得很厌恶的那种香味 整体我都非常喜欢 我觉得真的可以给个满分的 粉底beauty这个牌子 你如果喜欢的话你真的可以试一试 然后另外我想推荐的一个底妆 是这个It Cosmetics这个CC霜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给它 就是年度最爱这样的一个高度评价吧 我都在爱用品里有提到过 但是最近我又开始很喜欢用它 你看我用了蛮多的 加拿大这边还是冬天 所以我的脸还算是比较干一些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就用起来很舒服很滋润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最近开始上班了嘛 上班的时候早上真的是没有时间化妆 它真的超级的方便 一个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个serum 里面加了有精华的成分 就像用妆前用起来就很舒服很滋润 它里面又有50的防晒值 就像我这样的懒人早上起来 没有时间再多抹一层防晒霜的话 这个就很方便 稍微有一点深 我觉得可以买fair的颜色 遮瑕其实挺不错的 而且它持妆度其实挺惊人的 就最近加拿大还是冬天嘛 我早上起来大概是8点钟开始化妆 化上它以后 到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 就是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5点 我妆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就是我爱出的这种鼻头的附近 是保持不住的 其他地方都挺完整的 然后5点之后我还要去做瑜伽 做完瑜伽之后我的妆还在 就真的挺不错的了 对于一个这种很滋润型的粉底液来说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混油皮 它能够这样的持妆效果就很不错了 我自己挺喜欢 而且它的光泽度也是很到位的 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粉底液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早上就来不及化妆 要赶紧出门 想一个五合一那种粉底的话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 我想推荐这个珠威这个腮红 是我现在脸带这个腮红 那今天这个光线真的非常不好 你可能看得不太出来 可能有一点点吧 这种就偏橘色 但是它也没有特橘 就属于那种裸色系的腮红 然后里面有两个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它们最火的一个组合 一个自由的调节 如果你的妆比较浓 想更裸色的话 你可以只用这个 或者说多用一些这个 你既然它多有点颜色 多春天多橘一点 多粉一点的话呢 就摘一点这个颜色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粉真是很好很好的 就是很好的显色 持妆也不然不错 不飞粉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光泽的感觉 主要还是个雅光的腮红 我自己挺喜欢的 它价格也是挺实惠的 它的包装超级超级的美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很百搭 就觉得整体是一个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一个腮红 接下来我想推荐这几个 都是我之前的视频有提到的 可以参考我去年的 年度最爱 或者我上上个视频的 那个大牌彩妆 买什么不买什么的那个视频 我大概的讲一下了 但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一定要再推荐一下 一个是这个 Shirley Tubery的这两个 粉饼跟一个这个高光盘 这个我推荐了无数无数无数次了 真的不想再多说了 这个粉饼 真的是我目前用到的 我最喜欢的粉 我买的颜色是1号Fair 雅光的粉 但是能够提高妆效 是非常的不容易 让你的遮瑕都有一定的提升 能够带走一些瑕疵的感觉 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粉 很高级的妆感 然后呢 不飞粉 持久 雅光的 能够有一定的空容的作用 补妆效果非常的好 可以吸走一定的油脂 所以我觉得整体都是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粉 确实有一点点贵 58加币 但是可以趁着8指的时候买 我觉得是非常值的 不一定是费点油皮 我觉得中性混干混油 都可以用的一个粉 然后这个高光盘也是 包装很喜欢 你用三个颜色 每个颜色都是可以用到的颜色 没有激烈的颜色 粉质很好 细腻 然后光泽度又很高 很有大牌的妆感 像是维密模特 则秀那种风格的感觉 三个颜色都超级的好看 你可以混合的用 怎么用都可以 我觉得75加币 买三个高光的颜色 其实还是挺值得 还可以打八折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 也是试色啊什么的 大家都可以看以前的视频 我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是这个 MAC的这个高光 也是我去年年 都在里面有提到的 这个颜色是很网红的 Double Gleam的这个颜色 是我现在戴的这个高光 超级的水 就很反射度很高 整个就让你觉得这种 它给我那种 就是韩国组合 那种K-pop在舞台上 被那种灯光打上去 那种很油很亮的 这种高光的感觉 就超级的高调 它又有很多 掐出水的那种感觉 就我超喜欢 这个颜色 Double Gleam是那种 带一点点银色的 Shimmer在里面 但它其实还是一个 香槟白黄的这种感觉 所以因为它里面 有银色的这种 Shimmer在 所以它整个会更亮一些 一定一定要买 而且MAC很便宜 我知道加拿大的 斯芙兰是有MAC的 可以搭八折的时候买 但是可能每个小伙伴 就买不到了 所以如果你在加拿大的话 你一定要去斯芙兰 买这个八折的 Double Gleam 刚才想说这两个眼影盘 也是我年度最爱 你们有提到的 我不想再多说了 NUDE和 这个Natasha 今天我的眼影用的是 这个眼影盘 其实一开始 我刚买的时候 我给了它很多差评 我当然就说 它虽然粉质很好 什么颜色很好等等 但是它这个颜色 它单调了 画不出什么别的妆容 整个都是个粉色系的这种妆 其实我现在越用 我代替它用了六个月了吧 已经半年了 我越用越喜欢 越用越觉得 它其实还是挺百搭的 因为如果你只用 像这两个颜色 这种亚光颜色的话 其实你还是可以用的 很neutral的 很就是裸色 很大地色的感觉的 它可能不会说 发棕或者发黄 那种大地色 它是这种偏粉紫一些的 但是你可以画的很清淡的 也可以画的很浓的 其实我整个眼影盘 你们看 我用的其实挺多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几个 Foyle的这个 Eye Shadow这个质地 就这四个颜色 就这四个眼影的 这个质地 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别的影盘是没有的 就整个影盘85加币 你就为了买这四个颜色 也是很值的 百分之百值 我真的非常喜欢 这四个颜色 而且它的亚光色 做真的非常好 就很特别的颜色 像这个颜色 这个红一点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包括这两个 这种紫色跟粉色 然后这两个 上面这个深紫 跟浅紫的颜色 做的真的都非常的好 质地真的无敌的 很好预染 不飞粉 好显色 然后整个就是 用起来就很舒服 画出来的效果 也非常的好的 如果你还没有买 这个影盘的话 就真的可以 买可以试一试的 而且我觉得 粉色系的这种颜色 眼影 其实还是挺适合中国人的 就是用起来就挺温柔 然后挺少女 也挺年轻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 这个影盘的 然后另外这个 Natasha Linona的 这个go的这个影盘 我贴过N次了 是我目前用到的 我觉得质地 最好的 最完美的一颗影盘 也是属于价格巨贵 所以你只能八成熟买 还能稍微软记 心里就平复一点吧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 这几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亚光色 然后加上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就这三个 加上这个颜色 真的超级无敌的美啊 包括这个蓝色 跟绿色 我觉得也都挺好看的 如果你有时候想要 就是有一种 不同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上面画金的 然后把蓝色 放在下一颜颈上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真的是觉得挺值得 因为这个质量 做真的是很好 很好的 用上去感觉就是像 那种明星 走奥斯卡 红毯那种 很高级那种质感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金色 本来也是属于 很好搭配的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 大地色的金色系的 眼影盘是不会过时的 你一年自己都可以用的 这个眼影盘是我的 就是go to吧 虽然是我真喜欢 这个眼影盘 接下来呢 我想讲几个口红 都是比较新的吧 这个是Dior的620 这个颜色 我买了很久 一直都没有打开用它 最近开始用它之后 我就很后悔 怎么又早点用了 怎么又早点买呢 它里面是这种 七光的唇用 这个颜色真的 超级无敌的 好看跟百搭 我觉得是属于素颜 也可以用的 完全不会违和的 这么一个颜色 觉得是奶茶色 但是它又比奶茶色呢 偏红一些 就让你觉得这种 My lips are better 就那种像是 反正就是超好看 它不是那种土色系的 它也没有说很粉 就挺适中的颜色 好像很舒服 很舒服 它这个光泽度 是很到位的 人就是像上了一层 口红又上了一层 那个唇彩的感觉 二合一的感觉 而且它超级的轻薄 就感觉不到 任何的重量 好像就像是涂了一层 润唇膏的感觉 但是又有颜色 显色度又很好 同时它的光泽度又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 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又能不持久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唇膏 这种质地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你一定要去试一下 这个系列 就它的这个质地 还有这个formula 我还没有见到过 任何其他的口红品牌 有出现过 然后同样的Dial的口红 我还要再推荐一个呢 也是我有提到过了的 以前的视频里面 就这个Dial这个新处逐红管 843 真的是一个越用越喜欢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纯哑光的 没有任何的闪 就比较干的那种 粉状那种 比较轻薄那种哑光的感觉的 然后这个颜色是那种 你厚涂薄涂 有很大区别的颜色 厚涂是这种很深的 红紫色 薄涂是那种 超级超级美的 露纱色 一般我就这样 把它这种点一下 点一点 拍在嘴巴上 然后把它推开 或者把它抿开这样 能看到吗 就那种 好像是你的嘴巴里面 有自己自带的血色 然后又很好看的那种 性感肉肉的那种 桃红 或者说豆沙色那种感觉 我真的很喜欢 下面一个颜色 是我现在嘴巴上戴这个颜色 是NARS的Do Me Baby 这个颜色 也算是一个网红了吧 但是它没有 Dialce Vita那么的网红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厚涂是比较偏紫的 那种红紫 豆沙紫色 豆沙梅紫色厚涂 薄涂的话 是可以那种 豆沙色又带点点紫调那种感觉 就是挺神奇的颜色 我觉得我现在嘴巴上 这个颜色呢 不能算是厚涂 也不能算是薄涂 就是比较适中的程度 很好的显色 然后也是很油润 很舒服 雅光的 没有任何的闪度 但是就挺轻薄的 然后又很好勾入的唇形 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又不会显得老气 它这个颜色还是偏粉一些 就真的是做的挺巧妙的颜色吧 我很喜欢 然后接下来这个口红呢 我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 虽然是我 所有口红里面的top 5 应该算是 但是我每一次在视频里面 用这个口红的时候呢 都还是会有人问我 我的口红是哪一款 就是这个 YSL的这个 雅光唇有23毫 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的好看 而且它非常的轻薄 是一种液体的质地 但是它又是雅光的 但是很舒服 像是涂了一层水 然后那个水就渗进你的那个嘴唇里面 然后让那个嘴唇一下就变了颜色的那种感觉 就很舒服 又很雅光 持久又好看的颜色 我选它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颜色好看 而且它非常的轻薄 就用起来真的很湿润 就是很水润 一点都没有负担 就是那种冬天阻我嘴巴脱皮到不行的时候 还可以用那种唇膏 这个真的算是我的口红top5 top3可能都有 非常的喜欢 23号 我觉得远远胜过16号 16号要发红一些 23号更粉一点 那以上这就是我推荐的四个 八折可以买的口红 接下来呢 我想推荐几个 我觉得可以买的护肤品 不多 就只有三样 第一个呢 是这个pharmacy的这个DUV2的这个眼霜 这是我尝试的第一个pharmacy的牌子 不是褶梨状的 它是那种很轻薄的乳液的感觉 但是又很保湿 它没有什么抗衰老的 什么这种作用 主要就是一个保湿眼霜 所以我都是早上用的 它这个价格还是挺实惠的 我觉得非常的轻薄 很轻薄 很水润 不油腻 好吸收 又滋润 然后我用起来很安心的 因为它是一种 clean beauty的这种品牌吧 所以它里面没有加很多的防腐剂啊 有害成分 paraben啊 它们都是没有的 你看我用量都知道 我很喜欢用这个眼霜 用的很平凡的 我很喜欢 另外一个也是我快要用空了的这个 Sunny Rally这个UFO的这个油 Sunny Rally这个牌子 肯定是不陌生的 里面有很多种酸的产品 然后这个里面是加了水洋酸 1.5% 水洋酸是在我脸上 就是制造效果是最好的一种酸类成分吧 所以我很喜欢用水洋酸 然后因为它是油的成分 所以它不会就是很强 不是说让你脱皮啊 说很干那种感觉 它确实是挺油腻的 但是它没有 它肯定不会闷闭口 因为它里面就是水洋酸 水洋酸不会闷你闭口的 真的是快被我用完了这个油 我真的很喜欢 我就每天晚上用 就是加几滴 搓一下 然后污在脸上 最后一步来上 而且我用这个油的期间呢 就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长动 就抑制兜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毕竟加了1.5水洋酸嘛 所以如果你喜欢用酸类的成分的话 你又怕它就是太强 会不适合你比较脆弱的肌肤等等 你可以试试这种油的成分 要比那种液体状要来的更温和一些 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呢 是我没有在视频里提到过的 是来自这个切尔氏的一个butter mask 这个lip mask 这种唇膜 是一个这样的小黄盖子的 然后里面是 也是不过用掉一大坨了 非常非常的甜 就很好吃 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好闻 是那种 芒果跟almond 坚果那种感觉的香味 就很好闻 很甜 我很喜欢用它 然后很滋润 它是我目前用到的唇膜里面 包括兰芝的那个唇膜 是唯一一个就是过夜以后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洗脸的时候 那个唇膜还在我嘴巴上了 就是你突然去之后 它会能够形成一种封闭层的感觉 把那个水分跟滋养的东西 都锁在你的那个嘴唇里面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 它那个唇膜不会掉 是因为它的那个封闭层 还在那个地方 8克 但是因为它里面是一种butter 那种质力 就很厚重 所以你用起来就不会一次用太多 30加币确实是有点贵吧 对于唇膜来说 但是打8折的话 24块钱 我觉得是值得这个价格的 确实是我用到的 目前来说比较惊喜的唇膜 以上就是我推荐大家买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我这次想要买的 购物的清单的一个分享吧 其实每一次打折前 我的清单都非常非常少 可能就买个两三样 然后但是最后实际上 打折结束的时候 我又会多买个30样 所以我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的链接 都放在我这个YouTube视频的 下面新栏里面 然后我会持续的更新它 每次我买的新的东西 我都会把它放在那个链接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最后实际都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这次我要买的呢 一个是这个斯福兰的 DIY Mask Tool Set 是一个挺鸡肋的一个 这种面膜的一个刷子套组里面 配的一个毛巾 加一个小网 其实我想买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想买一个面膜 是Beautilis上卖的一个那个面膜 是用粉状的 包括那个 包括奥伦纳素那个冰板面膜 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去用它 就因为我没有一个这样的网 跟这种刷子 而且我很喜欢用面膜 平时用那种泥状面膜呀 都会嵌在那个支架里面 然后又感觉刷的时候刷不匀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刷子 其实还挺有用的 我自己是觉得有这种东西吧 我让自己的这个 敷面膜的过程更享受 更开心一些 所以我想买一个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买呢 是这个德马那加Dermalogical的 这个Multivitamin Power Discovery Mask 这个面膜超级的火 小红书上好多人说呀 然后说是什么 被扫吧 用这个面膜 然后我看了很多的 小红书上的评论 包括我特意看了那些 就是不是有很多粉丝的人的分享 就是说明他们没有 就是被PR赞助嘛 他们也都非常喜欢这个面膜 评价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成分看起来就很吸引人 里面是什么Vitamin C Vitamin E Vitamin F 然后还有果酸 还有A醇 还有葡萄紫萃取 这种抗氧化成分 感觉就是用 一千合一的这种面膜的感觉 又可以抗老 还能保湿 还能去黄 然后好多评论说什么 熬夜之后用这个面膜 可以让你的脸下换新那种感觉 所以 就是75毫升 只要80块钱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吧 所以我就买一个试一试 另外我想买的呢 是这个FINDI Beauty的 也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牌子 我想再多尝试 他们的其他的一些彩妆品 它最近新出的这个Bronzer 评价超级的好了 很多YouTube都有推荐它 这个Sunk Stock Instant Warmth Bronzer 然后我想买这个颜色叫做 最浅这个颜色是In the Sun FINDI Beauty整个这个系列 我都非常的喜欢 它的质量包装什么 我都很喜欢 所以我想试一试它这个Bronzer 还有就是FINDI Beauty的这个 散粉 他们也是出了一个 迷你妆的散粉 只要20块钱 然后它也是评价非常的好 然后很多博主给我推荐啊 等等啊 这样那样的 所以我说也买一个 我买这个颜色 应该是最浅的 这个Butter这个颜色 它这个包装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挺 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这个包装 我还蛮喜欢的 另外我想买的一个 是一个这个指甲油的这个护理 是Nels Inc这个牌子 我一直都有用 他们家的这个底油 跟亮油 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们家这个油是 这个Cutical Repair Oil 就是这个指甲甲原油吧 算是 评价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呢 是我这个 在我这个清单上 但是我还没有确定 还不要买 想寻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是这个Pharmacy的 这个Honeymoon Glow AHA Resurfacing Night Serum With Hydrating Honey And Gentle Flower Acid 就是一个夜间酸类的 去角质的精华 它的推荐是 你不用每天都用 里面有AHA跟BHA的酸类 是种植物萃取的酸类吧 同时里面还有这种滋润的 这个蜂蜜成分在里面 而评价是超级无敌的好 所以呢 我看我朋友也有买 然后呢 我挺吸引我的吧 因为我用了这个 Pharmacy这个眼霜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想尝试 他们家其他的这个产品 所以如果你有用过 这个精华的话 请一定要一定要告诉我 或者分享给我 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经历 另外一个是这个 最像Drunk Elephant的这个 面霜 就是Proteinine Polypeptide 这个Moisturizer 加了九种 Peptide Complete 加了九种泰类的成分 然后我之前有用过 它的这个小样 我觉得非常舒服 就是那个膏体是厚实的 但是一下就化进去的感觉 就深层滋润的感觉 一点也不油 你也不闷闭口 但是又很滋润 用过这个小样之后 我就一直不能忘怀 所以这次我也想买这个正装这个面霜 包括这个泰确是这个认证的 像是科学证明的 可以抗烧脑中有效成分吧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斯福兰春季八折 我的推荐清单 以及我的购物车清单的一个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那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好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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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